上级卑亦卡通过自己的努力 战胜不可战胜的对手 获得了自由 在比地狱和阴暗的监狱中待了十年 获得自由的他迷失了方向 或许他就是为拳击而生 只有打拳才能让他找到自我 这些年打拳赚了钱 卑亦卡全部用来做膳食 他的比赛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次是一个实力很强的对手 这家伙也是从无败及 可他碰上战无不胜的卑亦卡 注定他的拳击生涯到此结束 一番大战之后 这家伙吃了卑亦卡重重一击 正常人吃了这么重一击 已经无力再战 可他还是爬起来 这就像当年的卑亦卡一样 他的举动也彻底惊怒了卑亦卡 一顿小连招 这家伙是彻底倒立不起 卑亦卡是 走的时候 他的对手好像伤得很重 正在抢救 此时的卑亦卡意识到 自己好像被暴力吞噬了 几天之后 卑亦卡得知那个对手 抢救无效挂了 并不会有人追究卑亦卡的责任 这是每个拳手都要承担的风险 可卑亦卡很内疚 这个拳手来自当年卑亦卡坐牢的那里 卑亦卡检查了他的行李 里面有写给女友的信 还有一张照片 他想赎罪 他想得到原谅 他要去俄罗斯一趟 按照信上的地址 卑亦卡找到了大波浪 刚看到大波浪就被别人带走 卑亦卡跟着来了 这里也在打拳 在卑亦卡看来 都是小打小闹 不值一提 大波浪在这里工作 卑亦卡想和他谈谈 可这里的安保人员不允许 看他们对待大波浪的态度 就知道大波浪在这里工作 不是自愿的 出来之后 这几个家伙 想给卑亦卡一点颜色看看 不就是自寻死路吗 干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这个老头叫牛蛋 这里也是他开的 这个城都是他的 很有实力 卑亦卡的身手 应该给他打拳 他很想和大波浪谈谈 在这里打拳 他没有兴趣 大波浪是牛蛋的玩物 卑亦卡想见 不是那么容易的 第二天卑亦卡又过来 在这里他见到了大波浪 那封信给了大波浪 比赛的人就是他 可他不是有心的 那是个意外 卑亦卡想帮大波浪做点什么 大波浪怎么可能原谅他 卑亦卡来找牛蛋了 帮他比赛可以 前提要放过大波浪 三场比赛 只要全部胜出 牛蛋就会放过大波浪 他知道卑亦卡正式身份 也知道他是这里的通缉犯 不过不用怕 这里的警察都要向他汇报工作 很快第一场比赛就开始 这种不如流的拳击手 想对付卑亦卡 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大波浪也在观看 没有任何意外 这种拳手根本不可能是卑亦卡最少 很快卑亦卡就结束了这场比赛 在这里大波浪又挺牛蛋的 给卑亦卡送来一杯水 再怎么说这个男人 也是为了自己比赛 大波浪就给带回去了 这里是自己男友以前训练的地方 卑亦卡可以暂时在这里训练 第二场比赛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这次要挑战两个 二打一 再好的拳手 二打一都非常吃力 卑亦卡可不是一般的拳手 大波浪也是看得入迷 眼前的男人太厉害了 真的可以征服他 二打一卑亦卡还是受了一点伤 腰伤被踹了一脚 那就能阻止卑亦卡的步伐吗 那就太天真了 激怒卑亦卡没有好下场 一顿笑的眼罩 卑亦卡拿下这场比赛 大波浪看到也是那分密尸条 腰部受伤了 大波浪给伤了一点腰 这样揉揉很快就会好 牛蛋没事的时候 也会找上大波浪比划一下 第三场比赛开始了 这家伙是这里最能打的 长了一张牵兜的礼 却还满脸傲气 不把卑亦卡放在眼里 这就是找死的行为 不过这家伙是确有几下子 和卑亦卡打的旗鼓相当 用那拳手下三烂手段 这样的拳手不值得随重 也彻底激怒了卑亦卡 费怒的卑亦卡是无法战胜的 费怒的卑亦卡 就是世界上最强的格斗士 这家伙的结局可想而知 被揍坏了 以失败告终 卑亦卡再次胜出 本因为就这么结束了 牛蛋会放了大波浪 自己也可以离开 就是青龙玉玉走 牛蛋从监狱找了一个死神 看这家伙就知道 绝对不是什么好人 体格也是相差甚大 卑亦卡揍这家伙 这家伙根本没有反应 可他揍卑亦卡 一脸不收乱 可是不打算让卑亦卡活着离开 任何人 最后不要让卑亦卡废怒 因为废怒的卑亦卡 是不可战胜的 可把死神揍得不行 经过一番大战 卑亦卡一招必杀机 结束了这场比赛 可牛蛋又反悔了 开始对大波浪动手 卑亦卡哪能愿意 谁知两个龙头拿上家伙 对对卑亦卡就是一顿干 可给揍坏了 大波浪也被牛蛋带走 这是卑亦卡不允许的 拿上木棍就是一顿干 龙头来多少都没有用 只能用枪 可一般的枪 是解决不了卑亦卡的 身中几枪没有任何问题 已经没有龙头什么事情 最可恨的就是牛蛋这家伙 真以为大波浪在手 手上还有枪 卑亦卡就不能把它怎么样 那就大错特错 就这么卑亦卡 见身上了结了牛蛋 善恶中有报 最后来收拾残局的就是警方 转眼很长一段时间过去 卑亦卡的伤已经好了 大波浪来监狱看他 一段时间的沉思 大波浪想明白了很多 卑亦卡千里铁钓来输费 就是为了得到原谅 大波浪原谅了卑亦卡 内心一块石头也算放下了 监狱或许才是卑亦卡最好的归宿 这里就是他的天堂 好了 现在的故事到这里也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 别忘了点赞 别忘了点赞